今天是2020年的6月15号 跟上周四走势一样是吧 上午长得好好了 下午突然就风云突变 上午呢很多人都很乐观 下午呢很多人就很悲观 这就是心随市场波动而动 没必要的啊 没必要的 我们就要按规则来就行 请看文档的第一张图 这深层指日线啊 你看下边 这是今年以来的第一次 日线的顶部结构 这么长时间就日线没有结构啊 还记得就这个位置 2月25号吗 就第一波 第一波我们2月4号 然后呢 它在出现上升之后 注意啊 在出现上升之后 第一波是没有结构的 而且第一波长速快 你看这一波其实长速很慢 是吧 速度上呢 就对比第一波呢 就慢很多 那么在道理上 在概率上 都是第一波其实不应该注高点的 急涨一般不对应急跌 第二个呢 就急涨会有一个到还涨的过渡 它也没有这个过渡 第一波就从从这个上升就直接上去了 然后就直接下来了 那我们我们说就是这个同期啊 国际市场的出现了大幅下跌 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但你不管什么原因 不管什么原因啊 你在如此 看好的情况下 或者是从概率上 很难出现那种 急涨之后对应急跌的这种情况下 它也出现了 所以并不是说 我们认为 这个市场没有风险 或者是风险很低 或者是概率很低 它就一定不会走出这种走势 这种是不负责任的 那么这个地方呢 它还给了顶部结构啊 还给了顶部结构 就没有结构 那没办法 那给了顶部结构 你不做 你不认可 你凭感觉来 这些都不对啊 所以呢 正确的交易呢 就是我们要尊重日线的顶部结构 形成了就是形成了 那么日线顶部结构形成呢 跌穿这个长期趋势 就是大概 120分钟线都不一定能跌穿 但是日线 因为120分钟 这一波市场的上升 用了13天啊 13天 那么你说它12天的对应的调整 不一定能够跌穿长期趋势 但是日线24天的调整周期 那就跌穿长期趋势的概率就比较大了 所以呢 我们在上周就说 如果日线顶部结构形成 建议继续再减两成仓 没啥说的啊 形成了就是形成了 写死 这没啥说的 然后你看各个周期啊 120分钟也形成 120分钟现在 很有意思是吧 我们上周做了一个微调 否则的话就会出现这种尴尬的事 最最高点买入是吧 因为上周四也是出现今天的走势一样 上午长得好好的 下午就风云突变 如果在这卖出 然后结构形成 就会很难受对吧 结构形成啊 在这前面在这买入的话 结构形成就很难受 卖出 到今天上午又会很难受 所以假如说 你没有规则 跟着市场走 你会总是患得患失 咱们学员不应该想的太多 不应该有太多的那种 这个对于市场的各种情绪 情绪一点用都没有 来啥接啥呗 我一直说 我说来啥接啥呗 现在目前来讲 日线顶部结构形成 120分钟线顶部结构形成 它也出绿角线了啊 结构形成 这也是很长时间以来很少见的啊 不怎么见120分钟的顶部结构 90分钟线倒是挺多是吧 四个 一片 一排 但是最终 它以最后一个为主嘛 也是顶部结构形成 就多个结构的时候 是以最后一个结构为 起点 就是你计算 比方说90分钟 对应的是9天的调整 是以最后一个 结构形成为起点 然后往后数周期 24个周期啊 你最后一个 60分钟 大家看60分钟 60分钟动画消失 但是呢 这个动画消失 其实 这跟算法有关系 这中间呢 有这儿有一个红角线 这儿有一个红角线 对吧 这两个红角线 特别小特别小 我 这个昨天写策略的时候 说你不用发大镜 你都看不出来 你就看那个DMCD的值啊 MCD的值是正值 才能看出来 所以这个动画的级别呢 这中间如果有 这两个特别小特别小的 红角线 如果有一个不是 而是绿角线 这个动画它也是结构 注意啊 也会形成结构 因为结构的成音呢 是顶声到衰退 对吧 你看这一波速度 和这一波的速度 明显的顶声到衰退 所以60分钟 现在有一定的偶然性 注意啊 有一定的偶然性 那么假如说 我们排除这个偶然 偶然性 60分钟也应该是有结构的 60、90、120日线 四个周期就全有结构了 全有顶部结构了 因此减仓是没有问题的 能理解的打一 有问题可以问 四个周期 但是60分钟呢 它现在目前显示的是 动画消失是吧 我刚才解释了 这个60分钟的 这个偶然性的问题 有问题可以问啊 关于关于这个问题 有什么问题 60分钟消失就是消失吧 咋说有结构 我刚才说了 这是个偶然性 我说它如果没有 我说有个前提 我说如果没有 两个红角线 非常微小的红角 有一个没有的话 它就是结构形成 这不白讲了吗 好不 啥时候再抄底 这个很关键 等着呀 等着呀 顿画消失买入 或者是再次形成 底部结构买入 加莱买入的时候会说的 这大家不用担心 我们每一次卖出 都给你买入 每一次买入都给你买出 这就是靠谱 对吧 这就是靠谱 结构形成一定会跌吗 不一定 如果一定会跌的话 我们为什么要以 顿画消失为纠错标准呢 多个周期形成 以哪个为准 一般对应的调整周期 是以最大的为准 好吧 对应的调整周期 你比方说 有30 60 90 30对应的三天 60对应六天 90对应八天 那就是以八天为准 以最大的周期为准 对 现在是四乘层 关于为什么是四乘层 真的不想再解释 我这事至少说十遍了 好吧 我不想再说了 至少说十遍了 第二个就是说 我判断这里是上升途中的调整 所以角度不会太大 15度角左右的这个调整 调整周期啊 那这里是二浪啊 来19号的地点 大概率不会传心地 所以它就是二浪 那二浪呢 由于它距离趋势呢 还在趋势附近 你到四的时候呢 到四浪的时候呢 就距离趋势比较远了 这问题就不大了 现在来 现在来讲呢 就是趋势可能会反复穿一下 但是假设说啊 我只是给大家做假设 你说顶部结构你不减 趋势破位你减不减 如果顶部结构你不减 趋势破位你减不减 结构不减 趋势破位不减 趋势也不理 结构也不理 规则对你来讲就有啥用 是不是这道理 那你来学啥来了 学的不就是规则吗 交易不就是要遵守规则吗 其实也没啥难度啊 没啥难度 一样啊 日线的纠缩标准 就是日线的顿化消失呗 日线的纠缩标准 日线的顿化消失啊 这里没有大幅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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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9号的低点呢 我觉得就是ABC的C了 很大概率啊 很大概率 我这一直这么说了 如果3月19号的低点是ABC的C ABC如果走完了之后 后面的上升周期极大 非常大 大半年的上升周期 这上升周期当中一定会有调整 对啊 上升周期当中这个一定会有调整 哪一波上升周期是没有调整的呢 美股它也有调整啊 对吧 美股也有调整 上升周期的调整呢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低点不断上移 高点也不断上移 这是上升周期 就是每一波调整 它都不创 你比方说这波调整 不创3月19号的这个低点 下一波调整 它不创这一波的低点 能力解剖 就低点不断上移 高点也不断上移 这是上升周期 老师一般说大幅的下跌 有多大的幅度 嗯 二月25号之后的那一波 刚才我画了日线的那一波 那不就是大幅下跌吗 道琼斯啊 道琼斯其实咱们做的判断 已经十分精确了 我们不仅判断了什么时间见底 而且判断了见底之后的走势 而且判断了见底之后的性质 不再回去那个点了 这A股走势有点像道琼斯了 那3月19号呢 当时是急跌 急跌呢 我们在最开始初期的时候呢 可能判断还有一个下跌 但是呢 我们知道就是3月19号已经非常安全了 然后呢 它就一直像道琼斯一样是吧 P糊 天天P糊 涨的速度也不快 跟那个2月4号之后的上升 3月19号的这个上升没法比 对吧 涨的速度也不快 但是我天天糊 我就P糊 然后呢 一直持续到这波高点 这波高点带日线结构今天形成了 主要今天形成了 就从3月19号上涨以来 只有今天是带日线结构了 也就代表了3月19号到现在的这个上升 有可能告一段落 也就是一浪结束 一浪结束后不就是二浪回调吗 当然有人说也判断下跌 那下跌跟二浪回调最大的区别 就是破不破3月19号的低点 反正我认为是不破的概率大 我认为不破的概率大 对吧 那么不破呢 那二浪回调的话 就算不破3月19号的低点 是不是有可能跌穿趋势啊 你这里不早做反应 跌穿趋势的时候你咋办 大家想想 你考虑了没有 你怎么办 有人说那我这里卖出了 那万一顿化消失了 我还需要买回 但是这两个区有最大区别是啥 我再说一遍 你们可能没理解 如果我们这里不卖 不遵守规则 破趋势的时候 你打算怎么办 第二 假如说这里卖了 将来这个地方的高点是一个 伪高点 是一个假的 后面又上涨了 又出现动化消失了 你说那我不还得买回吗 对吧 可是这两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区别在于 一个你遵守了规则 一个你没有遵守规则 我说了 你做的所有的交易 如果有了规则 你就特别踏实 假如真要是动化消失了 那就让它来 我们需要更高的位置买回 那就让它来 好不好 这就是最大的区别 就是有 就是你不管怎么样 你就是有一个做法 就是我们在遵守规则交易 你心里会十分踏实 好吧 假如破趋势还减吗 不减啊 结构修边 不就修的不就是这个吗 怕破趋势减 再减就位置就不好吗 所以呢 结构修边呢 就是提前于趋势 修边就修正趋势的 这个不修边幅嘛 对吧 你想想是不是这逻辑 像底部结构 咱们买入 三月十九号买入 也是一样啊 买入 等趋势突破的时候 就不需要再买了吗 一样啊 顶部结构卖出 趋势破位的时候 不需要再买 好不好 关于四成破长期不减吗 哎呦天 这个问题我刚说完 我都打十遍了 好不好 别再问了 再一个呢 就是说后面 我说三月十九号 这个C浪地点 如果你认为也是C浪地点 ABC就算走完了呀 走完了 长周期是大幅上升的 大周期上升的 在这个大周期上升过程中 它有上升途中的调整 你非要在上升途中调整 空仓 除非什么呢 就是说 你的纠错能力十分强 好吧 纠错能力十分强 第二个呢 就是说 这个 这个 这个四成仓 为什么不卖 是因为 我们那个位置上买的时候 当时的止损标准是10% 它没到 一直没到止损 对不对 没有到 好吧 主要就是这两个原因啊 两个原因 但假如说你说我长期趋势破位 我就空仓 我告诉你 按规则来讲 也没错误 能理解吗 没错误 就就跟 这个 这个吨化消失 60分钟吨化消失 呃 呃 买回 我们说 你如果在60分钟 吨化出消失的买回 也没错误 注意它没有错误 只不过我进行了一下微调 我10点半的时候说 11点30分 如果消失 我们不理 我们要看120分钟 我进行了一下微调 这个微调 当然目前来看是有效果的 对吧 但是假如说你不微调 我 我不管那个 我就60分钟吨化消失 买回 那中午买回 下午 你再卖掉 这就是按规则来 只不过就是你操作上不舒服 你说我现在来讲 我建议你呢 就是说刘思诚 是因为好多原因 我就不再说了 所以说日线结构 这个形成之后 我们再建两层舱 但是你非要空舱 没错 但是你要做好 日线顿化消失之后买回 做好纠缩标准 只要你能做到这一点 其实你这么做也没问题 好吧 你不要再问这个为什么不了 好吧 一样 日线顿化消失买多少 120分钟顿化消失买4 日线动化消失再买2 加起来就是满仓 好吧 咱们所有的卖出都是为了买入 假如我们说 假如这个地方是这个第一波 3月19号到现在的全部上升结束的话 那么这个2不会太小 那么如果有2呢 我们还得买回 对吧 还得买回 要么有底部结构 要么突破趋势 但是它一定会跟这个上升形成一定的对称性 对称性的问题 的解决 就是它不会是一个100天的上升 对应三天的调整 能理解吧 也不会是100天的下跌 对应三天的反弹 它这个上升和下跌是会形成一定的对称性的 这也叫做平衡思想 对吧 两大重要思想 一个是平衡思想 一个是循环思想 平衡思想 那就是上升跟下跌是差不太多的 这就叫平衡 阴和阳 正和反 好和坏 属于平衡思想 上升和下跌 是吧 34天这个有点 调整到不了34天 现在是6月中旬 搞不好6月下旬就调完了 然后又开始出现新的上升 上升途中的调整可不像那个啥一样 你看那个去年的 19年的1月份的那一波行情 这个19年的1月份 就是从1月1月4号咱们买入到4月8号咱们买出 这中间那个二 二浪很小的 二浪很小的 第二呢就是说这个横跨三个区域这个事 横跨三个区间那个事 大家不要忘了啊 不要忘了 就是你有一个背后的大的核心思想 他决定方向的问题 就是我们拿着手电筒 照一米 走一米 这没问题 这没问题 但是大的方向 你要知道往哪个方向走 往哪个方向走 定了之后 你再拿着手电照一米 走一米 我说的大家能不能理解啊 就是你先定一个方向 定完方向之后 你再拿着手电照 要不然你不瞎绕吗 你是看到前面有坑 你绕过去了 但是你这方向有可能是错的呀 而且现在大盘偷偷掌 是吧 大盘 其实我们对于大方向来讲 就很稳定啊 基本都不变 横跨三个区域的上升 反正大家尽量把那三个区域做到 第一步 后面就好做了啊 后面就好做了 第一步做不好 错过一个十点 会错过一个时段 就是这句话呢 就是很有哲理 错过一个十点 会错过一个时段 这句话很有哲理 因为交易是一个过程 它前后是有联系的 二十四号你不买入 后面的上升 你可能就扛不住 你别说二十四号不买入 现在可以买 就是二十四号你不买入 二十四号到二十五号 这二十天 二十个自然日的这个上升 你就扛不住 扛不住 你因为错误的追高的买进去 后面的下跌你又扛不住 所以又不涉及到 如果你扛不住的话 就不涉及到三月十九号的再次抄底 这交易是一个过程 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 错过一个时点 就会错过一个时段 我之所以说 我说这个三个区间的上升 第一波的上升 注意啊 我说三个区间的上升 这只是第一波的上升 你一定要做好 后面才好做 它会影响到后面 三个区域的上升 没有空间 没有定空间啊 我为啥说是区域啊 就是时间长的话 空间就小 时间短的话 空间就就大 对不对 你看这个 二月四号之后的那个上升 很快就到一个空间区域 然后下跌 又跌了一个空间区域 现在长了这么多天 都没到一个空间区域 所以它这个 它这个时间跟空间的关系啊 它是 它是 你不是说单纯的是空间 就是假如说你认可 三月十九号 是ABC的结束 后面都是上升周期 三月十九号就是今年的最低点 这这这这还不简单吗 就说的还不够明白吗 那如果是今年的最低点 那就代表了什么 我们卖出就还得 还得再买回啊 你不能等这个跌的很多 跌的就调整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就得买了 你不能等 调的调的太多 但你也不能说市场一直上升 不回调 或者说什么呢 我们就不理它 反正我三个区域的上升 我就在这买 买完之后 底部买入之后 我就等那个顶部 三个区域的时候再卖掉 也不能那样 为什么 因为你违反了交易的规则 预测是一个部分 规则是一个部分 这两个部分缺一不可 我一直跟大家说这个事 对吧 我说预测 我们判断三个区域的上升 规则呢 就是当市场跌穿趋势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照卖的 市场形成顶部结构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照卖的 就拿着手电跟这个判断方向 这两个事不冲突 下一次的买入很关键了 不关键啊 这里没有关键 我告诉大家 就是这是过程中 不是关键点 反而区域的高点的时候 可能会关键 这里算啥关键呢 这里就是一个上升途中的正常调整 但是你说 就是我 我就发现了 咱们学院 也特别不喜欢调整 是吧 我也不喜欢 没办法呀 能拦着它不调整吗 哪一波上升没有调整 第二个呢 就是有人说 老师这里涨得太慢了 太难受了 太累了 还有那什么的 但我告诉你一个事啊 初期慢的上升才是大行情 你仔细看 初期第一波市场上升 像去年这儿了 跌完之后 第一波上升直接来一个大幅上升 那就不是大行情 去年我就这么判断 不是大行情 对不对 12年 2012年 那一波 长时间下跌之后 快速的上升 也怎么样 哪一波从底部起 快速上升 全摇折了 就是这样的上升 从底部起来的快速上升 都是小行情 你仔细看 从底部起来 慢慢慢慢涨了 全是大行情 5178 6124 3478 这三波 指数翻翻的行情 底部起来都特别慢 就第一波 就刚起来那一波都慢 然后2012 去年 还有哪一年 就是 跌完之后 底部起来的时候 起的时候 速度特别快的 全是小行情 你们仔细看啊 你们仔细看历史 所以有人说 这里太慢了 太难受了 我瞅你 我也难受 我看见你这样说话 我也难受 就是不懂 对吧 不懂 以史为鉴 可以知兴衰啊 你好好看看 A股的这几次行情 好好看一看啊 啥时候快啊 大行情啥时候快啊 今年都不算太快 对吧 今年最多就是初中期 明年 甚至后年 等到中后期的时候 指数才会特别快 嗖嗖嗖的 然后你就看身边的人 开始哥哥都 没肥色 兴高采烈的 谈论股市的时候 那就差不多了 那涨的就差不多了 好不好 这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啊 因为他这个 他这个行情 属性的问题啊 属性的问题 到最后 就涨得最快的时候 最疯狂的时候 你也可以用开户数 中央登记 中等公司 中央登记结算公司的 开户数作为标准啊 6月24也是开户数最多的 5178 那一个月 创历史了都 然后 等这400万人开完户 买完股 就顾灾了 对吧 就顾灾了 你说这400万人 冲着抢着当韭菜啊 不让当都不高兴啊 好吧 不多讲了啊 不多讲了 我们今天的课程 到这里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 咱们明天再见